电影跟着韩国拍摄电影 套着嘛 插去楼有点大呀 你说 老邦国这个电影 不是 你是说R级的吗 R级的话我承认 确实好感 我不知道 反正就看韩国的电影 你说正经的吗 你说正经电影还是R级的 正经电影狗屁 不是谁看他那一天 那讲话了 那啥全世界最低谱的事 全让他赶上了 就赶上那个 就赶上那个霸道总裁 半夜他骑上到鸡驴了 就赶上他开车的 这个点过去了 就赶上这个时候 他就刹车坏了 就赶上这个时候 一创他躺那块儿了 就赶上这个时候 他躺那种 就赶上他失忆的时候 他妹也给他剪出来 他就赶上他跟他妹子一起 就是他俩谈成恋爱了 就赶上这个时候 他爸又出来了 这是你多年失散的妹妹 谁看呢哥们 牛逼的地方是啥呀 好看呢 你说白了 你要拍点大人看的那种的 你就说好看我承认 你看的过瘾嘛 就这种的 你要说我那种 确实过人就是好 你要说我说那种 就是好 叫什么 韩国那个叫啥来的 不对 韩国那个叫啥来的 楼上的主客 我当时用这个 我妈给我一顿打 我给墙 我给墙上水泥灰都抠出来 我没抠出隔壁的眼 墙上钢筋都抠出来 我妈给我这顿打 叫什么瓦匠上我家 花色没完修的 一点 国内的恐怖片 国内的恐怖片 到时候都是人下人的 看着一点不刺激 我先问你 你知不知道国内 有多少人比例上来讲 有多少人 拿那个电影当真事 没有多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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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以为美国阳光 阳光草坪 大天空 大豪宅 大耗死 普通人能过上 那个 那个就是蓝领 当上人上人 刷碗当上 你这都哪来的 全从抖音上来的 抖音可不背这锅 那那不 是说中不中成的 我告诉你 首先 电影这个东西 它起到的一个是什么 就是它这个东西 起到的 如果是不一样类型的 比如科幻那些电影 我们就是看个爽 不用管这个东西 合不合理 或者是是怎么的 不用管这些没有用的 我们看的就是个爽 武打片电影 看的也是个爽 那剧情片 就看剧情 纪录片 就看它反映的内容 现在范围里面 讨论的电影 比如说你讨论的是 恐怖片电影 我跟你说 我们国内的人 拿电影当真事的 包括什么 看完毛山后裔 看完那个鬼吹灯 拿这玩意当正派 正派那个 就是玄学的 你告诉我有多少人 没有多少 我是不信那个人 铁网 我告诉你 民间就光把 光把这个 光把鬼吹灯 或者是光把 这个盗墓笔记 把这个小说 从头到尾看明白的 出这个民间 都能够当啥 都能够当出马仙 都能开始全钱了 纯扯铝马烂的 你别纯扯铝马烂的 怎么是民间没有吗 你不是的话 就证明没有 但是我不信 你知道吗 你不信证明没有 我信他 我说 你信他 那你如果说 哥们你要信他 这东西是不是得实事求是 你不能以玄学为结尾 证明啥 证明世界有鬼 你说这个 你说整个高 充马天什么的 你说他们存在的意义是什么 存在的意义 是什么傻子 那不就对 所以说我就不信他 好那那那怎么着 哥们你不是傻子 代表别人也不是 那我阻止不了 你不信代表 你不信代表别人不信 对对 你吃饱了 代表全世界人都不饿 我知道 只能说我信 我也没说 就是咱说你吃饱了 代表代表全世界都不饿 跨越阶级了 在这单方面说一个事 那不就完了吗 那我告诉你 这东西叫啥 这叫影响 你拍这个东西 如果以玄学为结尾 会有多少人信 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 现在来 我问你一个 非常简单的道理 值不简单的道理 咱们不说明 迷信封信去了 迷信封建的 上泰国 就在说各位 我连你都问 上泰国 敢不敢随便拜他们的佛 我就问你敢不敢 我不拜 我就 我就问你敢不敢 我不拜 不是敢 你回答我敢还是不敢 首先这个东西的前提是 我拜不拜他们东西 我就不管你 你去不去参观也行 咱说你去不去 我不去 好你不去 我就问你 听没听过 到泰国这话 就听不听 到泰国告你们 泰国的庙 不要随便乱记 你听不听过这话 那是听了 好 什么排这 知道为啥吗 我不知道 电影怎么排的 电影怎么排 你永远残着 可合理吗 你合理吗 哥们合理吗 肯定不合理 那不就结了吗 那不就结了 这不就 这不就是你天天 你看泰国恐怖电影 排挺恶心的吧 关于宗教类的 也挺吓人的吧 对不对 这 这不就来了吗 对不对 这不就来了吗 这结果不就来了吗 而且你要考虑到 什么叫做卡上线的社会 什么叫卡下线的社会 这是直接可以这么说 直接是大家 这个基本素质的问题 我可以这么告诉你 我们叫卡下线的社会 说说可能有些人 觉得心里不舒服了 可能在卡下线的不是你 但是你放心 上升到行业上 卡下线的一定是多的 我给你举个例子 如果抖音直播的女主播 要求从脖领子往这开 从锁骨开始 往下最多 不超过三根胸骨 第三根胸椎骨 这就是你的极限 卡的这个点的人 就会特别多 这叫啥 就我们叫啥主播 叫擦边主播 擦边的就一定会非常多 不能说每个人都擦边 卡的这个线上的 这个人就会特别多 我们的下线 如果卡在 你可以开放式 以玄学为结尾 那么他们为了营造 自己的节目效果 一定会将啥呢 因为这是商业行为了 一定会将这个 拍的旋直右旋 那么以后 就会有像像我说 像泰国庙堂 你不敢随便乱进 一样的东西 在我们国内 半夜谁要跟你问 谁要跟你问路 问你几点了 这种话你不要回 或者明天有个人 过来找着尖嘴猴才 问你 我像不像人 你别瞎回答 明白吗 这叫卡下线 我们的商家也好 我们的人也好 很多人是选择 卡下线活着的 所以下线必须拉高 要不然这社会 就没有下线了 听懂了吗 能不能听懂 能不能听懂 咱四月份的时候 去了一趟 去了一趟 那火头山 跟我有两个战友 都是 一个是 我们部队的指导员 还有就是一个班长 我们三人去的 那个地方 就是 火头山那四秒 早上正好赶个出役 全是人 你知道呢 他们就是行为到 恶物到什么程度了吗 幸福吗 就是幸福这些人 在那拜佛 他们搁那拿着钱 哗哗一顿粉 就是当着人的面粉 还能一拿着 啪啪啪 来来来来来 给你十张 给你二人了 就是这么粉 没屁屁 搁了嗓子 是吗 是吧 那跟你说的电影 有啥关系 还是那句话 你要捞二十几 我承认 韩国好看 比日本的好看 比日本的好看 日本的太假 反应太过度了 稍微一碰 太过了 韩国的好 真实 那种胖胖的 那种反馈 韩国的好看 其他的不接受 猫跟猫 好日本的太假 了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